由阿美族表演者王志文带来精彩的金剧变脸 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未来将与原住民族文面结合 还有拥有阿美族与排湾族协同的杰出校友叶俊玲老师 演出有如天籁般的乐曲声音开始的地方 另外校方还安排金剧系卢凯族同学谢乐 演出金剧天女散花 展现原住民同学优秀的表演实力 老师常常说我们原住民的歌声很有特色 然后我们对唱会比较富裕一点 所以在学习唱的方面 我觉得我们是比较有天赋的 然后学校原制中心的成立 我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 因为从小就在台北生活什么的 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加强推广 然后结合我们特有的戏曲 请接牌 台湾系曲学院成立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接牌仪式中校方还遵循鼓礼 由原住民齐老谢金水委员进行祈福仪式 未来原资中心也将积极协助原民同学提升表演实力 并推广原民传统文化 这些原住民的同学们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们天生能歌善舞 然后投入了戏曲学院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其实是如鱼得水 那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才能 我们把它聚集起来 我们给这些原住民同学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像京剧团 比如说民俗集团 以及青年团 很多很多的表演 多元文化的能量 希望就是注入在原民同学中间 可是我们也不希望原民同学忘记他的根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会带他回部落去 让他彻底知道部落的根在哪里 你现在学到的多元文化 只是你的一技之长 让你未来能够有发展 但是真的不要忘自己的根 原住民在越武上拥有极佳天赋 台湾系曲学院期盼透过原资中心的成立 让更多原住民学子能够发挥所长 培育更多原住民艺术表演人才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导